我们学过了刚刚的观念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些是非题 看看我们的观念好不好 第一题说给定长度为1的线段时呢 那对任意正整数x 皆可以用尺规作图做出长度 根号x的线段 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今天给一个线段 的这个长度呢 定为单位长是1的的话 那我们可不可以 我们可不可以呢 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他给正整数是2 只要x等于2好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做出根号2呢 其实好像不会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你看看哦 尺规作图我们可以 既然有这个1的长度嘛 尺规作图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继续 去延伸这条线 OK 然后呢我们知道说 这个长度是1啊 这个长度是1 那我们知道 尺规作图是用一支 圆规跟一个没有刻度的尺 在做图的 那你就可以 画出这条直线以后 然后取这个长度 然后怎么样 画一个圆规我们都有印象 就是什么 你可以以这里为圆心 画一个半圆 然后呢 再用这两个点当作圆心 怎么样 然后你可能长度可以拉长一点 然后画出一条中垂线 这样下来 这样子这个长度怎么样 也会是1嘛 为什么官员学长特别要这样做 我只要说明说 这个垂直于原本的单位长的1的 这个长度1呢 你是要用尺规做图是可以做出来的 那为什么我们这样做 因为这里是1这里是1 那我们拉起了这个沟通的桥梁 这就是什么 1 1这长度就是根号2嘛 那如果你如法炮制 继续呢 在这个根号2上面呢 因为这里已经我们确定是垂直 我们也继续再画一个垂直 然后呢长度为1的东西的话 那么你把这两个连在一起 你会发现这条变成什么 多长 诶变根号3耶 因为1的平方加根号2的平方 就1加2等于3嘛 然后再开根号变根号3啊 那所以呢 你就可以怎么样 一路给它这样子发展下去啊 既然这是根号3 这里再画一个直角 然后这样子就会是什么 这就会是根号4 就是2嘛 然后呢 还可不可以继续 可以啊 可以无限下去啊 这是直角 画下来 根号4 这长度是1的的话 这里就是多少 就变根号5啦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一路 如法炮制的给它画下去 我们就可以不管那个正整数是12345678910还是123124 我们都可以用尺规做图长度是根号x的这个线段 只是说你要花多久的时间做而已 OK 所以呢 第一题的答案是 灯灯 圈圈是没有问题的 第一题是圈 那第二题 五分之根号3是有理数吗 不好意思 其实呢 如果说一个五理数根号3呢 它只要 乘上 乘上 非0 只要不是0 非0的有理数的话 那么呢 它就一定还是 五理数 我们再说一次 如果今天有一个五理数存在 像是根号3 所以我们根号3也可以换成 任何一个五理数 它只要乘上 非0的有理数 它就还是五理数 无法变成有理数啦 所以呢 这个是错的 如果它可以变成有理数的话 那我们就早就把它画成有理数了 对不对 所以同样 当我们看第三题的时候 7分之根号9是无理数 感觉应该怎么样 画圈圈 对啊 你看这样子 根号在上面除以7 当然是无理数啊 可是诶 等一下 真的是无理数吗 再看清楚一点 上面是什么 上面是 根号9耶 根号9代表什么意思 根号9不是等于3吗 它是可以开根号出来的啊 所以其实7分之根号9是什么 根本就是7分之3嘛 所以7分之3 是一个分数啊 是一个乘比例的数 所以它是个有理数 所以这一题怎么样 小心不要被骗咯 是个陷阱 所以 这个是错的 好 下一个 题目第四题 它说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三边长 可以皆为有理数 可以吗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随便画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 等腰直角三角形 画专专业一点 等腰 长度抓个差不多 而且要直角 也就是说呢 它的 这两边 是一样长的 而且呢 这个角度是直角 那我们就来设一下 如果说呢 一个 这个我们所谓的边呢 是X 这边也是X的话 那我们知道按照必识定理 三高定理 对面这边的这个斜边长 骨边长是X 斜边长就是根号2X 哇 你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啦 如果你今天X是有理数的话 那么 这个有理数 因为它是不是0嘛 这个有理数 去乘以根号2 这个无理数以后 就会变成什么 无理数啊 就是我们上面讲的 无理数乘上非0的有理数 讲过来 就是非0的有理数 去乘以无理数 就会是无理数 所以如果X是有理数 那么根号2X 一定就是无理数 所以不管我要尝试怎么凑 我有可能让三边长都是有理数吗 有可能吗 答案是不行的 所以这一题也是X 第五题说 6分之1跟5分之1之间 没有其他的有理数 哇 看起来对啊 6分之1跟5分之1之间 好像就没有其他的有理数啊 乱讲 我们已经讲过一件事情 什么 6分之1是不是有理数 是 5分之1是不是有理数 是 任两有理数之间 必定至少存在另外一个有理数 因为这是有理数的连续性法则嘛 所以其实光是这个理由 我们就可以知道他错了 可是啊 同学我们很多东西不用用背的 我们也可以举个例子 来反驳他 比如说我们举个什么例子呢 我们就随便举个例子来说 好了 我们就把6分之1跟5分之1通分一下 6分之1变成什么 三十分之5 然后呢 这边呢 是什么 三十分之6 那你看看 中间我是不是可以找个什么东西 中间我可以来给他找一个三十分之5点5啊 他是不是在借在这两个之间 你说是什么叫三十分之5点5 好 我写清楚一点 我们都把它乘以2 一边是六十分之十 另外一边是六十分之十二 那这个不是就是什么六十分之十一吗 所以你看看 六分之一就是六十分之十嘛 五分之一就是六十分之十二嘛 中间是不是存在着一个什么 六十分之十一 至少有一个有理数 借在这两个之间啊 所以呢 这之间没有其他有理数 这个叙述绝对是错的啦 好 那最后我们看最后一题 他说根号2与2之间有有理数 其实这个啊 你很聪明的话 你一看你就知道这是对的 为什么 我们知道根号2 差不多是等于多少 一点四一四 约列等于一点四一四啦 好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 根号2一定比一点四二 还要小 对吧 那所以你就知道一件事情啦 请问一点四二到二之间 有没有有没有有理数多的是啊 多的是啊 比如说什么 一点五啊 一点六啊 一点七啊 这都是啊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根号2 它比一点四二还要小哦 所以根号2到二之间绝对也可以有这些 什么一点五啦 一点六啦 一点七啦 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有的 所以它们之间当然是有有理数 这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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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